总而言之任何的一个局部的病变 它都是整体疾病的一个局部表现 这个跑不掉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主张整体作业和局部着手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倒架的证据啊 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把这个病啊 放在整个人的这个整体上去考察 考察它 不仅要是我们说治病啊 不仅仅要治病要治人 对不对 不仅仅是这个层面的整理观念 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整理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天灵和解的观念 在我们道家的眼里头 认为天和人就是有沟通的那个渠道 它是合一的 它有同样的节律 它有同样的一种规律 我觉得在这个层次上 那个大的整体观念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如何去做到外在宇宙和内在宇宙的这种合拍呢 这种合一呢 根据时间节律去调整它 大家喜欢讲究时间的和空间的元素在里面 对不对 你看女性的这个月经啊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月经的周期去调一调 金钱怎么做 今后怎么做 对不对 这个放学 我们可以结合的月圆 月缺的这个节律去做它 对不对 你看我们在知道一些重大病变的时候 我需要放学的时候 我会选择在奴隶食物那天 月圆的那天 我给它放学两大子做一次 对不对 我曾经前两时间 我做了一个肝癌的病人 我做的还是不错的 每个礼拜 真就一次 一个月真就四次 然后呢 放学放一次 在奴隶食物那天 用大量的放学 放到一百多毫升的血 因为我看它这个病呢 非常符合那种 它这个病变的本身呢 也是争甲几聚嘛 对不对 有型的病变也是符合浴血 看它的石头本身 也是蛇是亲子的 蛇两边有鱼斑的 非常符合那个浴血变身 对不对 所以要放学 所以我就这样 按照时间去做 这也是一个整体 对吧 这个天然的整体 非常重要 大家明白吗 这是一个思路 那么 好 我们单单从人的 这个层面去讲 人的这个整体去讲 那么大家看一下 在整个人身上呢 这个这个 比较高层次的辩证呢 比较高层次的 这个这个深层次的 这个辩证呢 有那个 有脏腹的辩证 脏腹是比较 在人体上是比较高层次的辩证 就要有脏腹变症 经络变症 很多变症 对不对 落实到脏腹上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变症 那么脏腹 这个才是产生 气血的一个源头 对不对 前面不是给大家讲过吗 所有的自然疗法 它要达成一个治疗效果 有两个最关键的环境 一个是含养生命的能量 对不对 而人体的气血从哪来呢 从气血这个源头来的 所以说 我们的整体上 调理脏腹的时候呢 相当于源头蓄水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整体上 你要把内在的脏腹 它的功能调整得非常好 人体的这个内在的能量 要蓄集得非常充分 非常有能力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明白吗 这个从这个调理呢 这也是整体观念 对不对 从脏腹的层次去调理它 那么相当于源头蓄水 那么我们用了 这个动气针法呀 什么前引针法呀 这个动气针法呀 这些针法呢 相当于开启引流 就在经络这个层次上 对不对 刚开始调脏腹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动气针法呀 我们说在经络这个层次上去 打开它的渠道 对不对 在经络 比脏腹腹稍微低一点 在经络这条层次上 去开启渠道 相当于把这个渠道打开 把那个源头的水呢 引导出来 对不对 我这边有一块农田 要灌溉了 对不对 首先我要 我有一个源泉 蓄水 这个水的足了 对不对 水足了 这个时候接过来 我要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要把那个渠道打开 对不对 我要有一条渠道 把那个水引导出来 我要去灌溉这个田地 这个渠道也很重要 这个经络这个开通啊 要很重要的 是开启一流 也是个整体治疗啊 对不对 也是个整体治疗 那怎么办呢 包括我们的那个 经济的那种 那种调整啊 其实也是在这个通道上 打开它这个通道 开启一流 明白吗 所以我们锁定的病变 是在局部 但是真正在治疗的时候呢 要扩大它的 我们的所有范围 我们关注的范围 要从整体上去调 最内在的整体呢 是脏腹 对不对 这个小整体呢 是一个 整理一条经络 一条经济 对不对 要打开这条渠道 源头有了水了 在渠道打开了 这个气血会能够过来 来解决局部的问题 大家明白吧 这样讲 应该是很明白 对不对 所以说动气身法呀 还有对局部 整个一条经济的条理呢 完全是为了 把整个这条渠道打开 开去引流 对不对 那我们的刺血方法 相当于把这个渠道的一些 淤泥啊 清理出去 是不是很直接 对不对 有淤血 我要把渠道里边的淤血 淤泥清理出去 相当于清淤泄浊 而我们的千银针法 相当于定向灌注 对不对 这个我这个田地有很多 我就想把这块田地 浇个头 对啊 这个田 这块地里面的缺水啊 干啥都对不对 我定向锁定 这支这种田地 我就加一个千银针法 相当于 哎 定向灌注 明白意思吗 哎 整体的脏腹条理 相当于源头蓄水 整个这个动气身法呀 对经络 还有经络的这个 一条经络 一条经络的条理呢 相当于开去引流 打开渠道 那么我们千银针法的 相当于定向灌注 前面都给大家提到过 对不对 一个是含养 生命的能量 对不对 能量得够啊 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解决不了问题 对不对 含养 让身体 让生命的个体 准确的识别 领导所在 如何去做呢 切银针门 也是为大家的目标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我不是讲过 说杨老师喜欢用内关续 治疗膝盖痛吗 对不对 比如说 一个病人 他的膝盖痛 膝盖的内侧痛 内侧 夫人在身上 那个膝盖的内侧痛 他那个内侧痛点呢 在哪里呢 他痛点在那个 干净上 对不对 好了 我右边的内侧 内侧痛 我扎一个左侧的内关穴 走一走 动一动 哎 他轻了 那最后 还有一点没有完全解决 他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我就锁定了他 痛点所在的肝筋 对不对 我在幻测的肝筋的 远端脚上 找一个肝筋的那个什么 太中穴做前沿 为什么呢 并变在肝筋上 对不对 我只要内关穴和 对侧的内关穴和 换侧的内关 那个太中穴 把它做一条连线的话 他肯定经过那个病毒 对不对 明白吗 内关是激发的整体的这个作用 调动整体的作用 然后呢 太中穴 换侧的太中穴 就让我整体的作用呢 锁定到这个病毒上来 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 前一阵的作用 就是我们的真法 是以为而为之的 又设定一些目标 对不对 明白了吗 如果你这个习惯的痛 是外费痛的 怎么办呢 就是在胆经上怎么办呢 你在换侧那边 加一个租赁 进步就完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调动整体的能量 去解决局部的问题 整体的机械 解决局部的问题 所以在这几个环节上 做好的 对不对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几个真法 是这样配合的 明白吗 所以我们特别讲究 在治疗的每一个环节上 下功夫 下足了功夫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你细节决定成败 你细节没做好 你肯定不行啊 对不对